哈囉 大家好 我是齊森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中山區 欸 但是你以為我要帶你逛骨骤店嗎? NO 因為其實我身邊有很多的朋友都會問我說 欸 骨骤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他們要怎麼樣才能開始穿骨骤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會請一些骨骤店的店員啊 和老闆跟我們分享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我是阿檢 嗨 我是桃桃 骨骤這個名字事實上是從日本變來的 然後骨骤的話 基本上就是他 他必須具有年代 然後加上就是現在不會生產的東西 嗯 然後通常就是 就是從20年代到90年代 因為大概在20年代之前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歸回歸空洞 對 因為他的時間就是非常非常的久 好 大家好 我是VT骨骤店長 我叫年 其實對我們來說 骨骤應該是可以代表當年的風格的一個產物 就是他可以顯現出當年的一些特質 因為那時候的做工跟現在一定會有落差 嗯 對 然後現在比較常見的基準的年代是指20到30年間 嗯 對大概是要講20年間 對大概是要講20年間 就廣義來講的話應該是說20年以上 20年以上 所以比如說我現在可能1990了 1990 對對對 在更之前這個 甚至更之前的版品吧 哦 那我覺得那是比較廣義的啦 嗯 然後有一些比較下來的話就是覺得說 比起有些工廠沒有生產的 哦 就是有些不快 就有些不快 對對對 二手的話就非常簡單 二手的話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穿完之後 你穿完之後它就變成二手 然後加上就是現在還能辦法 還能辦法生產出來的東西 它的那個價值跟 就像骨骤它是真的比較久遠一點 嗯 對 有一些人他會去講說 所謂的骨骤至少要是10年 甚至20年以上的稱之為骨骤 其實你就是把它想像成 它是要經過時間去催戀的 十年以內的那種東西 我們就可能只能稱它為經代的樂修上品 其實它們是不一樣的 嗯 但是我覺得這東西它比較模糊一點 就是因為二手衣的話就是指別人穿過的 然後市面上它們會去做一些層層的處理跟篩選 然後流出來販售這樣 那骨骤的話 它就像剛剛講 會是當年留下來的產物這樣 有一些可能是留下來很久的庫存品 但它就是新品 可是就是已經是那個年代保存下來的 一直保存下來 對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基本上你問每一個人應該都會稍微 他們只能告訴你就是 現在大家大致上的分類 可是細節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歷史要去追溯 嗯 對 就是還是有區別啊 就是二手衣的話 現在其實蠻多大陸看到的都還是二手衣 嗯 那如果你沒有去研究說什麼東西 就是在什麼年分享的話 嗯 那蠻容易就是你會認為說它是主動科 對 但是普通話應該說是 是有一定的年代 還有一點歷史以 譬如說二戰的確定 嗯 對然後五六零年代那時候的工作之類的 嗯 對然後你有去研究的話 就會翻譯的話就是五個二手衣 其實區別是蠻大的 嗯 對 那如果是要就是 就是一個風格的話 其實二手衣也可以 可以穿一個類似像 一個風格 喔 對那只是一個風格 但是蠻多的會混淆 現在不管什麼年齡層 我覺得現在很多其實蠻普及的 不如電什麼的啊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去知道說 譬如說有工裝啊 然後有軍品軍裝啊 美式復古啊 什麼Namekaji啊 什麼Namekaji啊 或者是五一年代那種 復古樣裝 然後也有日系派的風格 其實很多 但是我個人在類型跟風格上面 我不會去那麼的局限在說 太單 我是什麼風格 或我們店是什麼 是 像如果你們有來逛我們店的話 你就會發現我們店 男女裝也都有 會希望客人就是來我們店裡面 挖寶 比如說像我現在我裡面的這一件 就是一個 老的洋裝 那我去搭配一個開牌的外套 對 我會這樣子去混搭的感覺 對那我也希望就是客人在我們店裡面 可以自己挖寶啊 然後配出自己覺得好看有自信的風格 不用那麼多去局限在這些框架裡面 其實它的類型很廣泛 因為可以追溯到從每一個不同的國家 像是最早期的時候是美國 美國也是日本他們最早認定的骨桌 這樣子 對 所以那後面還有歐式跟日式 歐式跟日式 然後還有一些是 現在台灣的早期的骨桌 也是現在變年輕人 對 還是有一些台式的那個 因為現在的 應該說它是復古風帶起的一波潮流 所以很多人會開始尋找骨桌 那像這邊的話 我們店裡會放的時候就像這種 牛仔褲 然後它又跟 又分了很多的品牌 所以它又是 每一條又有每一條的歷史 但是其實真的很廣泛 類型很 對對對 然後像是牛仔外套的話 我覺得也是 或是一些牛仔工裝外套 也是從以前就是 戰時 就可能一戰二戰的時候 就像是新裝 對 然後到後來的話就是 會越來越近代 比如說到可能780的軍兵 現在也有人在 在玩的買 然後工裝的話就真的是 不是工作的時候穿的 工裝的話其實也算是工作服 可是 蠻多的話會在新軍 要不然是特定年代 比如說 越戰的時候使用的軍兵 二戰的時候使用的軍兵 對 那工作服的話 工裝的話就是 你一件50年代某個派次 就是美國品牌的工作服 對 那個風格是不一樣的 另外還有 外套 然後 運動 就是戶外的 對 那外套的話就譬如說 你像是一些什麼 Parafornia之類的 然後要不然就是獵裝 就會被歸類在同一個 就是領域裡面 要貴的話其實會真的蠻貴的 我比較怕好像現在很多 就是剛剛講的比較近代的 那種餓手的商民 所以價位比較低 這個就是當然 我不要怕他會讓社會大眾會覺得說 他以為那些二手物就是古著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古著應該要很便宜 每人都才賣幾百塊幾百塊 可是其實真正有一些很老的古董的 古著的商品其實會很貴 我就怕大眾會覺得說 這些老東西為什麼要買這麼貴 他今天有準備 他想要介紹他身上這單 好玩好玩 但是你們可以猜猜看他身上這件外套 你們會覺得他這件外套大概會多少錢 我爛猜 我其實沒有很會估計 我猜有七八千嗎 反正這個的話 他是那個二戰時期美國海軍的丹寧外套 他們是在甲板上面穿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國際行情 就是可能一萬六到三萬左右 都有 就是看那個衣服的狀況 然後加上因為他有分 他事實上有三四種款式 就是他們可能牛扣不太一樣 這個扣子蠻特別的 一萬五到三萬左右 跟我剛剛插了兩杯 所以其實古著大家真的是 好不好驚喜很多 古著的世界很大 其實他就是像金字塔一樣 就是他是可以慢慢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慢慢了解 但是也不要那麼容易的被那種價格嚇到 價格事實上有背後的原因 對 然後加上現在那個instagram就很發達 所以那個國際市場的價格 事實上不會偏差太多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查 古著的話 他的價格我覺得 要先看那個品項的稀有性 還有每個人 因為我們去挑貨的時候 那個成本價也不是考量之一 所以他並沒有說 價格落在哪裡 其實非常的不一定 對對對 還是要看那個東西的狀況跟他的價值 還要買售人他們自己 因為每一個人的認知其實也不太一樣 對於這個東西的價值的認知 對對對 其實那個價格的話 他們的話會比較參考 就是國外的店家的定價 就是蠻重要的 還有就是看年代的那個東西 叫稀有程度 但是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老的話就是會比較貴 然後你也不一定就是 比較簡單會比較便宜 就還是要看東西的稀有程度不一定 如果是女生客人來我們店裡面的話 我覺得他如果剛入門的話 我一定會推洋裝 對我覺得洋裝就是經典好穿嘛 應該每個女生都喜歡 如果客人來的話 我推薦女孩子們挑選洋裝上 我也不會隨便說覺得說 你一定要買最貴的 最貴的其實也不一定是最適合他的 我覺得就是穿出你的風格 跟穿出你的自信 買得開心 就是最重要 在購買的時候呢 我覺得可以多跟店員 或是老闆攀談 因為你多問的話 他很專業的話 他一定會給你一個很對等的 很適合的建議 對然後這樣子 你的間接可以對我這個東西更了解 除了知識的了解 你可以花錢 然後你可以真的很理解說 自己身上穿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話 還是要看個人的需求 那如果你是要先打保守牌的話 當然就是跟牛仔外套 或是一些像是這種背型的話 因為背型它也是穿了很多種 有些是會有一裝背書 不機能的 或是一般的吊服背型 都有 那有些人可能他是怕穿起來會太髒 他就不敢家喻花襯衫 那這樣的話背型 我覺得是可以做一個層次穿的 對 然後如果是比較敢穿的人 然後我個人建議就是可以 比較花的花襯衫 開始下襯 那秋冬的話 搭一個好好的 Liner 它就是稱為那個 眼封腕套 很喜歡這裝 對對對 像它這個的話其實保暖度很夠 然後如果你要搭在裡面 做層次穿搭也很方便 然後如果你只是想說 喔我不想要太複雜 你就是裡面穿一點你喜歡的 單品 對對對 或者是你配一些 像裝飾這種領巾啊 帽子 都會是很好的穿搭 對 但還是要被大家搶掉 我覺得衣服還是要自己試穿為主 然後因為 遊行的不等於適合你的 所以你還是要自己過來穿看看 對然後如果不懂 其實都可以問店員 應該都會很樂意幫大家配 像我自己的話 我知道這個人他可能是來店員 然後他是剛結束聚 然後他肯定要找控制 那我會推薦他就是 單價比較低 然後他比較好入門的 款式去做什麼 那之後的話 他可能穿久了 他習慣了 然後他就可以嘗試 就是更多方便 好的 那我們這次呢就邀請了 在中山的三間古著店 分別是 如果你有什麼古著的疑問 或者是關於穿搭上面的煩惱 都可以跟他們聊聊看 也許他們在自己的店內 可以幫你搭配出 就是很適合你自己的古著風格 或是說如果你真的想要再更深層了解古著的話 也可以上網查一些資料 像我前陣子就是在一間叫做 A Run Model的古著店 他們的官網上面有一篇 在介紹古著由來的文章 裡面就講了蠻多他們的文化跟歷史 我覺得還不錯 我會把他的那個文章連結放在資訊欄底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所以今天最後呢 我就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五個關於古著的小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古著究竟是什麼 然後他的年代大概要從多久以前才能算是 其實廣義來說的話 古著是指差不多 20到30年以前的衣服 所以從現在開始來算的話 差不多就是從1990年代以前 或者是說更早的服飾都可以算是古著 狹義來講的話就是有些服飾 他可能已經廠商不再生產 或甚至是絕版 就也可以稱為古著 古著這個名詞其實一開始是從日本來的 所以大家一般印象裡面好像都會覺得說 古著文化在日本非常的盛行 但是如果要再追溯到更早以前的話 其實應該是英國開始的 60年代那時候有像是P投士 或是Vivienne Westwood 這些名人跟一些設計師 他們會將舊衣和新衣做混搭 那時候就引起了一些大眾效仿 像美國的嬉皮啊 或是當時的一些年輕的藝術家 他們因為預算有限的關係 他們就會去舊貨店啊 尋找舊衣來穿 所以你們在一些就是紐約 或是巴黎或是倫敦的街頭上 就會常常看見到所謂的Vintage Shop 那當時的年輕人可能就是因為他們買不起太昂貴的新衣 所以轉而買像舊衣 其實可能就是因為當時的年輕人 他們是為了要追求自我的風格啊 或者是鄙視拜金 甚至是為了抵制富裕階層的這些社會現象 所以後來就形成這樣子的舊衣和新衣混搭在一起的傳達文化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古著和二手衣到底有什麼不同 其實認真來講的話他們還是會有一些差別的 像二手的話可能就是別人穿過的然後繼續做轉售 而且通常會是近代一點的 可是古著的話他就會更特別一點 因為他會更注重在衣服被製作的年代啊 產地或者是當時的文化歷史 可是你要說每件古著都不等於二手衣嗎 其實也不能這樣下定論 比如說今天有一件保存30年以上的軍裝好了 他可能就是當時真的有被穿過 那他也可以算是二手衣嘛 而且古著也不一定都是舊舊的 像是有所謂的庫存新品 他就是當時留下來的庫存品 然後完全沒有被使用過 而且一直就被好好的保留到現在 所以古著和二手其實不能完全的畫上等號 可是也不能說他們完全的不相關 還是要去探討每一件就是衣服的細節 或者是他們的故事這樣子 第三個古著有哪些風格呢 其實有非常多種 像是最常見的就是工裝、軍裝嘛 日系啊或是歐美風格 然後也有一些是所謂的正裝IV style 或者是戶外、Outdoor 那如果大家有深入的逛逛看台灣的古著店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其實有越來越多古著店 他們開始在賣屬於台灣的古著 我覺得這個蠻有意思的 因為他就是屬於台灣的文化流傳下來的服飾 第四個 古著會很貴嗎? 其實不一定 他們有絕對的超級貴 或是一定很便宜 因為古著會依照他保存的狀況啊 年代甚至是品牌 而有不一樣的價格 所以如果像是很久遠以前的古著的話 他可能價格真的會蠻高的 而且不是一般人在購買衣服的時候 可以接受的範圍 可是他是因為他真的有那樣的價值存在 所以會有那樣的價格 那我自己覺得在買古著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要花很多錢 或者是說你全身上下每一件都是古著 才是很有Sense 但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很便宜 或者是說過度的講求CP值 在購買衣服的時候 應該是要以大家自己的喜好啊 或者是說這件衣服到底適不適合你 然後去做購買的考量 第五個新手可以如何入手古著 那以下有三個小配偶 是我自己的方式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從風格開始著手 比如說你是比較適合日系復古風 可能比較文青啊柔和一點的 或者是軍裝工裝風 他可能就是稍微硬挺 然後比較酷一點的 第二個呢我們就可以從花色色系 還有圖案開始去尋找 花色的話呢就有分線條 點點格紋 或者是花襯衫blahblahblah 非常多 然後色系的話 像我自己就很喜歡大底色系 所以我自己在買衣服的時候 我一定會優先考量這個色系為主 圖案類型的話 比如說會有一些卡通圖案啊 文字 logo 或者是刺繡 這些你也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第三個呢就是關於心態方面的 其實我一開始也是 誤打誤撞才開始穿古著 也因為這樣後來才發現 欸我其實超不適合韓氣小姐姐風的 現在女生還蠻流行這樣子的 而且後來也發現 我自己其實是一個比較適合穿 中性穿搭的人 甚至有些男裝我也會買來穿 反正呢在穿搭這件事情上面 我自己是覺得大家不要盲從 一定要找到自己最適合的風格 即便現在復古風很流行 你也不一定要嘗試復古啊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喜歡 而且又適合潮流或是街頭什麼的 那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選自己喜歡 而且舒適又有自信的衣服 這樣子穿搭才是有意義的 OK最後呢不知道這支影片會不會又超級長 那總而言之我在這個領域上面 其實不是什麼專業的人士 但因為我很喜歡 所以還是想說把一些古著的資訊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以上內容有什麼錯誤的話 或是有更詳細的資訊 都很歡迎各位古著達人 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或是討論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古著 所以也希望能夠把古著這個東西 讓更多人知道 好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後呢 拜託記得要幫我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